因為我本來就是歪 然後我要改善這件事情 然後去正惡 但可能隔了大概兩年吧 就又歪回去了 我下嘴唇 這整塊 這到現在都 只有50%的感覺 可能會把你口水流下來 哈囉大家好 我是凹薇薇由童威 她是牛奶 今天呢我跟牛奶要來做一件 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 好你先去旁邊 你先來床上睡覺 好 今天我要來分享的主題是 正惡手術十年後的心得 我會特別想要分享 我最自卑的地方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 現在在這個社會上 大家運用社交軟體都非常多 FB IG 大家都會把好的一面 PO給別人看 以至於大家都會覺得 自己好像過得比較不好 大家應該有看過那個統計 就在講說 使用這些社交軟體越久的人 他生活其實越不開心 所以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最自卑的地方 在網路上非常多人 在講自己正惡手術的經驗 基本上 大家都是往好的地方講 好像沒有人講說 自己失敗還是什麼的 那我今天就來講一下 我自己失敗的經驗吧 總是要有那些前人 年紀到了 讓我們有些借鏡 我們才知道 喔 這些事情可以做 還是不能做 就像以前秀場的那些歌星歌手 你不覺得他們年紀到 他們臉都這樣垮下來嗎 所以我們就知道 如果想要讓臉膨起來 你還是要可以吸收進去 不然如果 打了那些不能吸收的東西 老的時候 你臉就會這樣 掉下來 我告訴你們 我的下巴是歪的 大家看我現在的臉就知道 有沒有看到我嘴唇其實往這邊歪 然後下巴也是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不會說我自己很成功的原因 因為我本來就是歪 然後我要改善這件事情 然後去震惡 結果呢 開出來是正的喔 但可能隔了大概兩年吧 就又歪回去了 網友很喜歡留言攻擊我 我告訴你們你們攻擊錯地方了 說什麼我長的醜啊 說什麼我眼睛 算比很假 都錯了 我沒有感覺 因為那些都是真的 OK 長的醜是假 長的醜是假的 要做一個合格的酸民 就要往別人的痛處去搓 OK 別人才有感覺 現在告訴你們在下巴這邊 首先呢 我正是在10年前就做的 當時我做的醫生是 非常有名的醫生 而且是 台灣百大名醫 我還曾經在看電視的時候 馬英九頒獎給他 就是那種等級的醫生 當初也是好不容易排到對 這個醫生他姓陳 他的名字我就不公布了 因為我覺得好的醫生 一定都會有失敗的時候 甚至是沒有很厲害的醫生 還是會有很成功的案例 我不能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的案例沒有到很成功 所以我就拆下招牌等等 因為我覺得正惡或是整形 這種事情其實都很看 手術員 但是必須說 我覺得我醫生 還是有讓我變漂亮很多 至少沒有那麼歪了 那手術的基本流程 很多人分享過 我就來分享一些 我實際自己做完的心得 我下嘴唇 這整塊 這到現在都 只有50%的感覺 在症狀手術的時候 醫生會開刀 把你的骨頭切掉 就像我可能臉歪 所以我 這邊會切掉一點 然後把它喬正 切我骨頭的時候 一定會切到神經 神經被切到的時候呢 你神經就阻斷了 那神經每年 可能只長這樣 一點點一點點 我的醫生跟我講的 有些人非常幸運 他們神經沒有任何的影響 但是我本人呢 就是那個 想要變美麗 就必須付出一點代價的女生 我開出來的時候呢 我先把我嘴巴分成四塊好了 我只有左上這一塊 嘴唇神經 是跟當初沒開之前 一模一樣 一樣靈敏完整的 那我其餘的嘴唇 開出來的時候 右上是大概有50%的知覺 那下面 是完全沒有 可以說是 零知覺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沒差啊 反正你這邊也不太會需要 有什麼碰觸等等 但是我告訴你們 其實實際上 如果你要使用這塊肉 是非常重要 我開出來的時候 甚至很容易 不小心流口水 高中一畢業繼續開嘛 我到大學上課 很長的時候 真的很丟臉 可能會把你口水流下來 然後欸 同學沒發現 喔好好 還是同學發現 沒有人理我 好默默的擦掉 或者是 你吃東西的時候 不小心沾到 然後你沒感覺 所以呢 至今我開刀了10年過後 我告訴你們 我的下巴 大概也只有50%的感覺 然後我的上面 右上嘴唇 大概回來了80% 那有很多人不幸的是 他可能一輩子 一輩子 他的嘴唇 就沒有知覺了 如果你是一個靠 說話吃飯的人 像我 錄影片 或是拍戲 然後講台詞等等 其實都很有差 我以前咬的這次 更好的那種 但是我現在就必須花 更多的努力 控制我的嘴唇 這就是想要變美 必須承擔的風險 當然我覺得 有些人就是很幸運 他就是 開完就是 一模一樣 也沒有任何差別 但是呢 好像大多數的人 還是有一些 無知覺的部分 那無知覺的比例到哪 就是看你的運氣 那甚至有一些 很不幸的人吧 因為我在開刀之前 他有給我簽一個什麼書 我媽有簽約 我會滿20歲 反正就是說 你幾億分之幾的機率 有人可能會開出來 會失明 或者是 有可能會再開到一般果實 好像是麻醉的吧 這個我有點不太清楚 反正 開刀 你要變美 一定要付出代價 沒有什麼事情是 你付個錢了事 你沒有任何後遺症 還是就 這樣平白無故 讓你變漂亮 沒有白白的漂亮這件事情 要嘛就是 你天生生的很漂亮 要嘛就是 你必須付出後天 很多努力 風險跟金錢 然後去堆疊 我當時就是抱持著一個 我絕對不要下巴歪的心態 因為我以前拍照 其實我沒有太多 以前的照片 可以給你們看 因為我以前拍照 尤其是正面 我會偷偷這樣 就是把我下巴這樣 弄正 所以我正面的照片 幾乎看不太到 我下巴歪 然後很多人問手術痛不痛 答案是手術一點都不痛 神經都被阻斷了 要怎麼痛 可是手術是難受 你看到之前的一個月吧 還兩個月 我有去長根先抽了一袋 好像1000cc的血出來 他就說我可能會濕太多血 所以會把那袋血 再灌回我身體裡面 那就會看你的身體有沒有需要 有些人他可能 開刀出來 他可能就沒有需要 再把血灌回去 他的血可能就捐給別人 但是我本人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我就是這種瘦瘦 然後比較單薄的這種女生 所以當時我手術完 我是有把那一罐 我原本抽出去的1000cc的血 灌回去我自己的身體的 而且 我在開完刀之後的 連續三天吧 我都不能直接 從病床上站起來 我必須先坐 躺著 然後坐起來 然後停 很久 我才能再做下一步動作 就是站起來 然後去廁所 因為我一坐起來的時候 我的頭全部一片空白 所以當時我真的看完刀 身體是非常虛弱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X光 我這裡面都是有骨釘的 就像是你把你的骨頭切開 剪掉以後 把骨頭拼起來 你要先用釘子把它扣在一起 然後之後呢 有些人的釘子會取出 那有些人不會 因為我那時候醫生就講說 如果你沒有過敏的話 不用再挨一次刀 把它取出來 因為它好像很深什麼的 反正就有點恐怖 然後大家不用擔心 如果我要坐飛機的話 我都可以很順利的 通過那個安檢門 沒有任何問題 我還有一個後遺症 就是我這邊啊 這邊的骨頭 就是這一塊 就是 就是 有時候張開的時候 會有點 不舒服 就是很像那 咳咳的感覺 可是它又不是脫臼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會有一點不順 所以我覺得如果重新來過的話 我會做的事情就是 我會先做整骨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 他們是整骨可以喬回來的 可是因為我當時 已經直接選了外科手術 所以就是 我現在也不敢再去敲骨頭 怕它碎掉等等 而且我去敲骨的時候 聽到說 欸你做過這樣的手術 大家那個 整骨師都不敢碰我的臉 所以呢大家可以先去試各種不同的方法 我其實看到很多人就分享說 沒有很痛啊 沒有感覺什麼的等等 我們會覺得 真的不要給大家有這種 很好康 然後你只要付一點錢 然後你就可以白白變美 你不用付出任何辛苦 或是後遺症承擔這些風險等等 就是 這個絕對都是有風險 你甚至不一定離開出來 你可以得到你100分你想要的結果 Maybe 好 我現在有比以前下班有正一點 但是你要說我花那麼多錢 然後受那麼多苦還是歪啊 然後因為當時是我媽照顧我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 我完全不能講話 你的嘴巴講著你只能張開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一點點 你頂多放一根吸管進去就這樣 你的嘴巴就只能張那麼開 所以你完全沒辦法講話 然後我覺得 我媽就會拿紙跟筆啊 跟我寫說 我現在想要上廁所 我現在想要漱口 或是我現在想要幹嘛 然後甚至後來我就跟我媽打暗號 就可能1 2 3是什麼的 就是 真的是很感謝 就是母親真的很偉大 你請再多看護都沒辦法做到這樣 我之前講都哭了 就是真的很感謝我媽 其實講真的 如果你是北上的小孩 或者是你是 三十幾歲開單 你父母親可能已經五六十歲了 所以他們可能沒有那麼多體力 所以我覺得我那時候 就也很幸運 我媽媽可以這樣照顧我 我覺得開刀是一個很艱辛的過程 他不是痛 但是真的很辛苦 然後復原期非常的非常的久 大概我完全消腫 可能完全消腫 可能大概有的要一年喔 八個月到一年 我覺得 YouTube很多人都把 開刀手術 症的手術這件事情講得太神話了 當然我不能說每個人都講得神話 但我有些看到我覺得 可能他就那麼幸運吧 但是我覺得我就是普通人 我沒有特別幸運 但我也沒有特別不幸 就是正常該面臨到的 我都面臨到 然後你在開完刀之後 你要怎麼漱口 然後你要怎麼清洗你的傷口等等 你就是要用一個 嗯 有點像針孔的那種管子 把水跟漱口水一起打在你的嘴巴裡面 你的清洗 你都不能用牙刷 你全部都要用打的 然後大概在前兩個月 好像都是喝流脂 從喝流脂到後來可以吃布丁 吃一些什麼軟綿綿的波士頓蛋糕 然後到最後可以開始咬東西 一開始還不能咬太硬的食物 所以這就是一個花錢花體力 然後又讓你周圍的人很辛苦 然後你自己也會很難受 但是可以得到一個變漂亮的機會 所以大家就要好好的評估 看自己到底 你覺得有沒有那麼值得 就像現在 醫生就跟我講說 他可以再 免費幫我開一次 我只需要負擔一些手術台的費用 然後還有病房的費用 大概剩下可能只有八九萬吧 還是這樣講啊 他自己本人的那個手術 他可以不用花錢 再幫我開一次 可是呢 我就是謝謝玩具台 因為我後來就想清楚 就是我再開一遍 我可以怎樣 我可以下巴變正 但是我其他臉還是一樣啊 我並不會 因為我開完道 我就變成Angela Baby 我不會 我就是一個變成 一個比較變正的油同微 那我現在到底是我自己那麼在意我下巴歪 還是觀眾也很在意我下巴歪 那如果觀眾在意我下巴歪又怎麼樣 我現在的重點是我的顏值嗎 不是 大家會點進來看我的影片 會喜歡我 是因為我講話 或者是我的內容而喜歡我 我覺得長大 最長大的很大點 就是我不再那麼在意自己的外表 我不再那麼需要別人去認同我的 好看不好看 當然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是很重要的 但是這件事情有沒有重要到 我再去開一次刀 我覺得沒有 這是我現在的想法 但Maybe以後 我想法也會改變 但至少我現在會覺得 我不需要再去受這樣一次苦 我覺得 我現在這樣子就很漂亮 我給我自己自信的美 比我真正外表的美還要重要 如果我自己外表是80分 但我覺得我自己有100分 那我也可以活得很快樂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要去做這個手術的話 你可以評估一下大家的意見 還有你自己心裡的想法 不要因為別人說 你不好看 你哪裡不好看 然後你就去為了迎合別人的 審美然後去做 你就算做完別人也 大家永遠挑你挑不完 我做了再多事情 永遠還是會有酸民在底下說我醜 絕對會 然後再來第二個 是比較少人提到的後遺症 我不知道這個算不算後遺症啦 反正就是呢 當時開到是什麼開 就是醫生會從裡面開 也就是說會把你嘴巴打開 然後用刀子然後這樣割開 所以我這邊有一條疤 很淺很淺的疤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疤 但是可能正常會覺得 噢好像本來就長那樣吧 當時開完刀出來 為什麼會需要用那個噴 針管這樣清嘴巴 不能去刷 就是因為它裡面這邊 全部都是縫線 所以呢 這些縫線好了以後呢 至今我可能有時候吃一些很硬的東西 然後搓到這邊的肉 還是會很痛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你看一般皮膚外傷 你傷口在這接完疤之後 它一樣會長新的皮 時隔多年之後這邊疤 不是會整身變厚 然後你這樣搓也不會痛 可是在口腔裡面的是會痛的 所以我有時候吃到什麼東西 不然卡在這 我就好痛 然後我把那食物這樣拿出來 然後放到嘴巴裡面 不能讓它卡在這邊會痛 然後為什麼我下巴會歪這件事情呢 我有分析過非常多想法 我覺得大家可以避免 一就是我以前睡覺的時候 我非常喜歡睡左臉 就是我都是往左睡 而且我睡覺是不會動那種 我可以一覺到天亮度這個姿勢 所以呢我就在想 可能是我術後之後呢 我沒有躺正睡 因為當時我有去問醫生說 欸我是不是要去改正這件事情 然後醫生就說 喔不用啊 這是跟這個沒關係 什麼什麼等等 可是後來呢 就是近幾年之後 我就跟其他醫生聊到 他們說有差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看你的醫生 就是你術後保養非常重要 我覺得maybe可能我術後之後 我又就是沒有往這邊睡著 那也有可能是我的基因 因為有些人說你的基因是怎麼樣 你久了還是會哪樣 但是我爸媽都沒有下巴歪啊 而且我下巴歪 據我自己回憶啦 應該是我小時候撞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保護好自己小孩 我呢小時候好像是兩三歲 我沒有印象的時候 我媽說我摔過一次 瘋了好像七針 然後後來到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我又很白目 我又摔一次下巴 我還記得我痛了兩個禮拜超痛 我出了縫 然後這邊都超痛超痛 然後反正我下巴就歪掉 因為我現在牙齒就是因為下巴歪 所以它就一起整個這樣子歪過去 所以當時我就有回去找我的矯正牙醫 當然應該只要在大醫院做的話 就是很完備 所以我記得我牙套結束拆掉的時候 我還有簽一個合約 就是說如果我再套一次 傳統那種矯正牙套 我只要付兩萬塊 我就可以做了 非常便宜又划算 可是呢就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我牙齒 這顆門牙很有可能會掉 因為我這顆真牙 小時候出過車禍 我怎麼小時候很顛簸 那個命很顛簸 他就說如果還想再做一次 傳統帶蒙矯正的話 我就很有可能會必須捨棄掉這顆牙齒 所以呢我最後最後 我就選擇去做了 SOV舒服美隱形矯正 隱形牙套比較不容易 讓我有機會可以留著這顆牙齒 因為大家都知道 傳統牙套就是可能一個月啊 一個半月你就要回去給醫生拉一次 你的牙套 所以醫生給的力量都是一次 就是一個月的力 但是如果我選擇SOV的話 他是一次就給我好幾副牙套 然後一副牙套可能帶兩個禮拜 然後換一副 就是他是慢慢慢慢 一副一副慢慢換上去 所以說他可能一次 是只有給兩個禮拜的力 兩個禮拜然後這樣慢慢轉 所以我覺得對我這顆牙齒 來講是比較健康 他不用一次承受那麼多的力氣 然後以至於他發炎 然後掉下來 然後其實牙套好像都是會發炎 因為我記得我回去找 林口那個矯正牙科的時候 他就說 就是你任何只要移動到你的牙根 就是一定會發炎 所以如果我選SOV 我保留這顆牙齒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然後再來我的醫生呢 是歐凱傑醫生 就是高醫的醫生 我是在診所看啊 桃園的目光診所 但是他是 好像是每個 但是兩週的假日都會來目光診所 所以呢我覺得 然後他跟我講說 他有一些病患 他的牙根比我這一顆還要短 但是最後 戴完牙套也沒有掉下來 所以呢 有醫生這句話呢 我至少安了50%的心 那如果是戴隱形牙套的話 我就只需要黏這個痘痘 就是我現在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這幾顆痘痘 就在我牙齒上 然後除此之外 我就自己脫帶 只要這個痘痘啊 不要是在我門牙上 我覺得很醜以外 我其他我都覺得還是很美觀 戴完再用這個搖一搖 然後你們聽我現在講話 我覺得也沒有太大的差別 然後如果我要拍東西的話 我就把這個拆掉 再來第二點呢 就是傳統戴蒙矯症 它是可以動到牙根的 有些人不適合做隱形矯症 是因為他可能有拔牙 還是什麼 我不是專業醫生 反正就是他需要動到牙根 隱形牙套比較是 從牙罐上面濕立 然後把你的牙齒拍整起 所以他可以移動的弧度 可以移動的 跟適用的患者是不一樣的 我會覺得如果我是可以用隱形矯正 就可以解決的人 我不會想要再戴一次傳統矯正 怪人的心態 我還記得我剛開始戴 傳統戴蒙矯正的時候 我第一個月 就是剛拉完牙套 第千兩個禮拜我都沒辦法吃飯 真的是你只能吃流子太痛了 可是我戴隱形矯正 因為它是慢慢 它力量是慢慢慢慢一次給的 所以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然後SOV是一個台灣的品牌 所以如果你中間 你可能有些人 他可能沒有乖乖戴好 所以他沒有照著他預期的療程走 SOV就會再印一副新的膜 幫你走另一條路 讓你牙齒還是可以慢慢慢慢爬而去 而且因為它是台灣的品牌 所以作業流程 到你手上的速度也會比較快 然後我必須要說 大家選醫生 除了看專業 專業以外 我覺得再來是態度 溝通態度 還有給你的感覺很重要 像我有個朋友 他之前也是做隱形矯正 然後他是給XX大迷 然後超級貴的 就是那種 不是行情價那種 然後溝通上非常強硬 最後矯正出來 他有一顆牙齒是凹進去的 所以我覺得除了看醫生的專業 還有你們溝通上 你們感覺你們合不合 我覺得這個 也是要考量進去的喔 OK 好 然後現在就來記錄一下我的牙齒 現在是 有沒有看到現在還是很歪 就是他是咬這樣子的 因為我現在才戴一個多月而已 所以我沒辦法給大家太多的 評價回饋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 目前為止都非常滿意 而且我不說我戴牙套 好像也沒有人發現我戴牙套 所以影片前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臉也不對稱 或者是你們覺得哪裡牙齒不好的呢 想清楚這些風險跟金錢 那些你是不是可以承擔 再來還有最重要的是 你夠不夠了解你自己 任何一種整形手術正惡 或是矯正牙齒 你一定要夠了解你自己 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麼 你不可以是別人覺得你哪裡不好看 所以你去懂你去挑 如果我今天是我自己想動 那OK 我可以去動 但如果今天是你叫我去動 但我不覺得我要去動 我不會因此而動搖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 很了解自己要的是什麼 不要就是 好像越整越沒有一個鏡頭 你整到不像你自己 不管再怎麼整形 你一定要還是有自己的特色 長得像你自己 而且其實很多明星藝人的臉 也都是不對稱的喔 但是我們還是覺得他們很漂亮啊